收拾好没有 准备出发了 收拾好了 帮我把这一半让车 你带这么多试用品干什么啊 我们是给客人送货 又不是去度假 这么肉的天 不带防晒 你想晒死我呀 那你带这么多挖东西 又是干什么 不用豆腐稀释 我就不能当个送货稀释吗 这样回头客才多呀 我看你也都不想专业送货 更想专业带货 就算要带 也是在送货途中 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干剧品 看到了吗 这像是压缩饼干和罐特 送货途中遇到繁忙和危机情况 可以冲击和应急 这一箱是新鲜牛肉和猪肉 比你那个好吃多了 早就亮到你头发长见识短 没有我这一箱过碗瓢盆 你怎么做来吃啊 因为里面还有几瓶 不然和小米辣 那我说两箱水 总没问题了吧 两箱水总有喝完的时候 万一我俩被困在荒山野里 还不是要靠自己去挖掘水源 这一箱求生工具 到时候就能拍上用场 没过滤的水喝了不会拉肚子吗 所以这一箱就是各种药品 其中就有些药 这个就叫做专业 都准备好了 出发 瞄理是对吧 我们先去把货箱打开 一会儿方便帮您搬货 我们是专业的 刚才把他拆寒充了 现在该怎么办 装不下客户的货 还不是都怪你 非要给我展示什么专业 我看你就是专业才干的 你烦衍我一口 要不然是你东西笑语 哪有这么多事 其实我 实在抱歉 你取小鸡男吧 我也已经我们自己承担 不是 七少年 本来就没赚 现在还要交罚款 都怪你 你自己走回去吧 气死我了 哎 你哎有什么办法 是他不讲道理 但我一看你就是讲道理的人 不准给我插评咯 让你们送货箱就这么难嘛 老婆 小鸡腿难弄 你还吃 你是想害我吗 你看看这个炸鸡 肉量这么高 里面的肉还这么肥 这吃了我不得长胖 你看看我的肚子肉 出去到晚被闺蜜笑话了 哦 那我们不吃了吗 那你是想饿死我吗 你不是想长胖吗 你终于承认我胖了是吧 点牙门可不想好人哪 我的意思是 腰车的人才会担心自己长胖 胖子才不会去多想呢 这还差不多 但是我还是想健身速行哎 那我们就来跑步的胆子吧 疯了吧你 顶着这么大太阳跑步 人倒是瘦下来了 那我皮肤不得晒黑了呀 那要不我们去夜跑 又浪漫又能色 还不怕被晒黑 你明知道我胆小 每天都要开灯睡觉 你还叫我出去夜跑 你就是想把我下听音乐 然后好摆脱是吧 我带你来健身房健身 总可以了吧 你就是想看健身房里的美女 才带我来的吧 不不不不不 你自己去健身 我一个人去送货 你负责貌美如花 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又是这个每天来这 不管他不健身 专门来看明天觉得变态 那你无敌无证 别乱说话哈 宝贝我在这每天看他们健身 是想了解他们哪个教练 你教的最好动作最标准 目的就是想给你请一位最好的师教 那你选择哪一位啊 哎呀他们一副做机啊 统统不行 我们还是换一家吧 哎呀我觉得那个就不错呀 哇美女啊好眼光 居然选了个我们这最好最贵的 贵 没有多贵 哎也不贵嘛也才两 成功刷牌2万 喂你们有没有长眼睛啊 这车位是我们准备停的 你瞧什么呀 对不起对不起我我我我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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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先倒进去就是谁的 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车技不行 你老公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来兄弟我们夫妻俩第一次创业 也不容易 货车要停在这里卸货 大家都是产典的 给点面子吧 理解理解理解 干嘛我让你教训他 又不是教育他 直接动手啊 给他的颜色看看 我想确定一下客户可以不打点 我待会儿见客户谈业务 对对对对对 而且只能攻击上的事 请让我给他听个教练 哦没问题 你磨叽什么呀 上啊 得罪了 咦 师妹你老公怕了呀 老公你在干嘛呀 等我先把你送我的手表给摘了 不然我反手打在他脸上 把手表打碎了 那是不好交代 你一套提醒我了 我这眼镜可是女朋友送的进口过 可不能一能用使用体的 我给打死我了 理解理解理解 我要把戒指也要摘了 免得你说我瞎黑手 拿戒指当武器 将救人 那我也把香料起了吧 免得我情不自禁拿香料送给 啊 还有我的衣服也要脱一下 免得待会儿你鼻血溅我一身很难洗的 免得我去把鞋脱了吧 免得一会儿把你打得出满地位 你干脆把护子也脱了吧 那你干脆把护子也脱了吧 你干脆的 胖臭 出出这一场 尝一小多人的心 快看这边太 你还跟男人居然在光天话语之下 这边太太 心里边还有哪个女人在充换 你这个败物 别再让我丢人现影了 还不快穿好衣服给我滚回去 嘿嘿 老婆看到了吗 各位现在这是我们的了 这个就是二娶 呸 还不赶回去把衣服穿好 受到 诶 我的手币了 你看看我手帖没有 不是刚才那女的 一边拿走了吧 你真干什么呀 你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谁怕你呀 谁怕你呀 你干嘛呀 不要在我们店门口打架 我是来这门店买喝的 智能非要插队 你真会等到时辉 明明是我先来的 别吵了 你说你先来 你有什么证据吗 这张照片是我排队时偷拍的老板娘 你们看我前面根本没有人 看来确实是你先来 但你偷拍我老婆干嘛 立刻把照片删掉 不然我报警了 哎 要这样拍才好看 记得屁锅之后才能发社交平台哦 很明显是她先来的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觉得偷拍是种无耻的行为 不像我是自拍 自拍能证明什么 臭美就能插队吗 不 你们看 我身后根本没人 所以是我先来的 其实我确实没人 看来她是第一个来的 不对 你这张照片上的衣服 怎么和你今天穿的不一样 因为我昨天就来排队了 哎呦呦 算你狠 老子不喝了 我有一个疑问 既然你说你昨天就来排队了 那你什么时候换的衣服啊 我是中途回去换的 大家都听到了 她登陆走了 走了就不算了 你刚是不是也走了吗 啊 算你狠 哼 我赢了 老板 来一杯 Mogito and Gabgino 哦 实在抱歉 我们今天休息 不营业 为什么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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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们到你小区门口啦 没看到你人在哪儿 你开个位置共享嘛 我手机没这个功能 说一下你的具体位置 我旁边有棵树 你是拨的什么点 我那样棒 喂 帅哥 你从你们小区门出来之后直射50米 然后再右转20米 然后看到一个直柱路口 右转3米 你就能看到我们的远程货车 好的 你稍等呐 看到了吗 这才叫爆点 没看见呢 哎呦 看这个人演技有问题 只能采用听声辩尾了 听声辩尾 这样有用吗 搞什么呀 别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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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说一段天类之音了吗 完全没听见呢 看来他的听力也有问题 只能吸引他的嗅觉 你很秀卷 我找了你好久 你终于来了 没你借我用一下 我在旁边卖牛油粉 哥哥都说我做的是螺蛳粉 全都给你心跑了 谢谢没你 你老公是听速球的吗 要不是我谁没撑好 他根本不是我的最伤 喂 闻到五醋味没有 完全没闻到的 哎呦 你说我什么方言啊 我完全听不懂的了 你个成都人听不懂市场话吗 成都 哎呀 我在广西的啊 可能小区丛名我下错单呢 你们也不知道活食一下了 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差评 双Q 哎 喂喂喂喂喂 他挂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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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